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 这个比率则高达1.7% 据预测 本时期中叶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4亿 其实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当帕金森撞上老龄话 这画面不敢想 现在深土薰带你去看看 帕金森患者的身体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先请出三位主角 大脑 肌肉和多巴胺 大脑是一个决策者 全部工作就是负责思考 想弄什么只需要发号指定就行了 肌肉是大脑最得力的干将 但是你可别把肌肉看成一个将军 人家是一个军团 一接到大脑命令 要实现哪个动作 肌肉军团马上永续配合 有的收缩 有的舒张 什么时候开始 收缩到什么程度 都是有讲究的 打个比方 骨骼就像船帆 而肌肉就是船帆上的绳索 一张船帆有很多根绳索 船长通过拉伸绳索来调节船帆的高低和方向 根据风的方向和强弱来解决船的动力问题 了解大脑和肌肉的关系了吧 现在问题来了 大脑的指令是怎么传递的呢 作为一个精密的司令部 大脑分为两大系统 抉择中心负责发出指令 作战指挥部负责分解指令 制定作战计划 比如决策中心说 微笑一下 作战指挥部一拿到这个指令 各科室就开始研究了 嘴角有多少块肌肉 哪几块上扬 上扬多少 持续多长时间 眼角的肌肉有多少 每个肌肉组织是向上还是向下 最终 肌肉军团就按照这个计划 完成微笑指令了 嗯 你可能要问了 只要完成一个指令 来来回回要统计多少数据 计算多少信息量 这里就有一个重要角色出场了 多巴胺 多巴胺就是大脑内部 这海量信息的传递者 正常情况下 大脑里各部门分工协作 信息传递顺畅 让肌肉的一切动作都那么自然 然而帕金森病人的大脑里 多巴胺这个信息传递者的数量明显减少 多巴胺能神经细胞 就是用来分泌多巴胺的 我们也可以形象的叫他多妈妈 帕金森患者大脑里的多妈妈不知为什么 总之发生了大规模的变性死亡 导致多巴胺含量明显减少 此处就是迷之所在了 至今没有科学家搞清楚多妈妈的遭遇 统计数据表明年龄越大 帕金森患病率越高 所以专家推论多妈妈的大量死亡 一定和年龄有关系 深度军再梳理一下 帕金森这个病 是由于中脑黑质以多巴胺能 神经细胞发生病变 导致多巴胺数量明显减少 从而阻碍了大脑对肌肉的指挥能力 而造成了一种神经性病变 简单说就是多巴胺的减少 导致了帕金森 神诺军你说的这个多巴胺减少 就导致怕金森 我算是听明白了 可你要是说这传令兵 能把一个好好的人搞得卧床不起 趁着最后直接就能把人送进坟墓 我怎么觉得有点悬呢 你觉得悬就对了 神诺军跟你打个赌 多几天时间 我保证能跟你说明白 多巴胺的减少是怎么让人 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 时间就定在下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